財富電子 其實財富基本上是靠研發創新產生副價價值的公司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基調 就是這樣子 財富電子面臨這樣的一個大環境的挑戰下 我們基本上因為我們的定位是做ODM 我們不是走自由品牌 所以我們當然會跟國外的大廠更緊密的合作 我想以紅色供應在國外的大廠一定也會受到衝擊 所以我們在產品的定位上 我們希望走得上比較高端的 這個部分就是財富這邊 變成是這個大廠在做所謂的Design的一個角色 越來越重要 所以變得有點算是屬於那種良生定做的生產 變成客製的生產 那客製的生產都量不大 但是都有它的一些不一樣的規格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生產線因應這樣子 有兩個部分要因應 第一個就是說 你生產線怎麼樣去把這個生產的過程當中 做一個嚴謹的一個知性的揭露跟控管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你產品的備料要更精準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剛才講量少做變化 變成說你料怎麼樣其實進來 進來的時候你備料的時候 怎麼樣去很精準的備對料 因為很多東西是其實很類似 你要精準的備對料 那我們就用這個無限BARCO的方式 就來做這個防袋 所以我們財布在生產線的過程當中 就是要做得更快更精準 而且能符合客戶的一個客製要求 BARCO系統基本上我們可以簡單講就是叫做倉庫管理的 M 化 行動化的倉庫管理 第二個就是我簡單我們利用到那個生產線簡單的 Runcard 的一個資料的記錄 這個生產履歷的管理 那倉庫我想大概就是禁料還有備料然後出貨 這個我們都要完全用到BARCO來做這個防袋 我們現在也正在硬量就是說用這個BARCO 我們在生產線當中做一些平保的資料的收集 再做一些平保的統計分析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利用這樣的工具 能夠很容易的收集正確的大量資料 我們它有辦法在下一階段去做進一步的管理 去分析統計分析然後做因應對稱 kay碰到了 我剛才會看到V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